到了我们全球现场的时间 我们要一起来关心 昨天的美中领袖视讯会议 进行的大约是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拜登还有习近平到底谈了些什么 赶快把时间交给若宜咯 好 三个半小时的这个会议 双方谈了什么呢 这里有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先来看到呢 在美国的方面呢 提到台湾议题的时候 我们就来看到这个拜登是强调呢 美国依然是坚持 以这个台湾关系法 还有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 为指引的一中政策 美方是坚决反对呢 片面改变现状 或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作为 而另外呢 拜登也对这个大陆 在对新疆 香港等等 这种人权议题上面呢 他也提出了担忧 清楚地表示哦 这个美国呢 必须也要保护自己本国的劳工产业 免受大陆不公平贸易 还有经济作为的影响 同时也提到了这个 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重要性 而另一方面呢 在大陆这一边 大陆官媒新华社呢 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 发布了一个全场 大约有3900字的一个报道 那么大部分呢 提到的都是关于习近平的谈话 其中呢 也谈到了包括了台湾议题啦 还有经贸 气候 能源 疫情等等的话题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 这个习近平表示哦 一中原则 还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呢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历届美国政府呢 都对此有明确承诺 习近平说了 总结中美关系呢 发展经验和教训 新时代的这个中美关系相处呢 应该要坚持三点原则 在这边提到了 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还有合作共赢 其中呢 也包括了要尊重彼此的 这个社会制度啦 还有发展道路 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 还要管控分歧 求同存益 习近平也提到说呢 这个中美啊 存在的分歧 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 关键点呢 就在于要建设性的管控 避免扩大化激烈化 而关于双方的经贸关系呢 他则认为说 这个中美经贸关系 本质是互利双赢 要在商言商 不要把这个中美的经贸问题 政治化了 那么昨天这个会议呢 是由这个总统 美国总统拜登先来开场 来听一段呢 昨天他在会议上头的发言 我愿意发生了 我愿意发生了 这一段时间 那么其实也可以来看到 这一场视讯会议 双方都采取的是 一加五的方式 什么是一加五呢 就是美中双方的元首一 再加上五名官员 在美国方面除了拜登之外 与会者包括了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财政部长叶伦 还有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 还有白宫的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 以及国安会的 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在大陆方面可以看到 他们做的是一整排 有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丁薛祥 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还有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外长王毅 还有副外长谢丰 则是这个陆方这边的代表 那么拜登的视讯地点 昨天大家有看到 其实这个地方 在白宫里头有一个会议厅 叫做罗斯福厅 他们坐在这张执事的会议桌 这两边都有人 不过在陆方这一边 习近平选的是在 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头 有一个叫做东大厅的会议厅 他们坐的是一直排 一字排开的这个会议桌 在习近平的背后呢 有一幅画 这幅画呢 有个名字叫做忧艳金秋图 图上呢 还有毛泽东的诗句 那么一起来听一下 昨天拜登还有习近平 习近平昨天开场的时候 我说了什么 当前啊 中美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 人类是一个地球村 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 联合国安理会的常日理事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既办好我们各自国内的事儿 又承担起赢尽的国际责任 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这是我们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使命 对动中美各自发展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包括刚才讲到的有效应对气变 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全球性挑战 都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应该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我愿同总统宣言一道 形成共识 积极行动 引领中美关系向积极 关系积极的向前发展 这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那么对于这场习败会 外媒又是怎么看法呢 纽约时报就指出 美中之间 再包括了台湾南海还有网路安全等等的议题上头 存在了诸多矛盾 虽然拜登有特别强调说 保持沟通管道的必要性 但是这场会议三个半小时 却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突破 纽约时报也指出 尽管拜登一再表示 即便美中展开了激烈战争 而且在多个重要议题上意见相左 但是双方应该可以避免掉军事冲突 但这一场因拜登要求巨型的视讯会议 也反映出了拜登政府 忧心将冲突维持在可控范围的几率 正在减少当中 华盛顿邮报也有类似的观点 是指出习近平的视讯会议 是对拜登的观点的一个考验 这个观点指的是拜登之前提出的 美中依然可以彼此竞争 而且不用走向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观点 是受到考验的 那么除了外媒提出观点之外 日本新任的外相林芳正 昨天也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了这一场习拜会提出看法 他说美中关系稳定 不仅对这两国 而且也对国际社会是相当的重要 一起来听 日本時間の本日朝から 米中首脳間のオンラインの会談が 開始されたものというふうに 承知をしております これ第三国間の会談でございますので コメントは差し控えたいと思いますが この米中その上で申し上げますと 米中両国の関係の安定 これは国際社会にとっても 極めて重要であるというふうに 考えております 政府としても今回の首脳会談も含めて 状況を注視してきておる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日本としては引き続き 同盟国たる米国と 強豪な信頼関係のもとで 様々な協力を進めつつ 中国に対してもですね 大国としての責任を果たして いくように働きかけていきたい 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那么在会议之前呢 就有美国媒体報道说 习近平有可能会在会議当中 邀请拜登出席明年2月 在北京举行的冬奥 但是呢 美国資深官员就透露说 在这个会议上呢 其实他们并没有提及 关于北京冬奥的话题 华盛顿郵报的专栏作家罗金 他就引述了知情人士指出呢 白宫近期将会宣布 这个拜登或是美国官员呢 都不会出席北京冬奥 这项做法呢 虽然尚未底定 但是美国政府的内部呢 已经正式建议拜登 要外交抵制冬奥 预期呢 他月底之前就会批准 那么这一名作家罗金就表示呢 美方之所以会采取外交抵制 是希望呢 在不影响美国选手的 一个状况之下 回应大陆方面人权侵犯的问题 不过呢 对于这样的消息 白宫还有美国的国务院呢 都不愿评论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全球现场提供给您